知府州的人特立给武松订上28斤重的大架 又派出两个得利的差人 这俩差人都是知府衙门出类拔萃的 不但功夫高 鬼扁的还非常多 这俩小的昨天晚上 就受了张独坚的好处了 张独坚受益他们 你们要到了飞云浦 把武松直律于鼠里 鼻子耳朵眼睛拿回一样的 我必有重赏 两个人点头而且打了宝宾 到了第二天武松开始发配 跟杨谷县 他他妈装大半算 我告诉你姓胡的 你相识点 你知点群 你要假的你景阳港打过虎 你杀过人 你觉得你不含糊 你是错他了算他了 算在爷爷手里的 没你的好处 到啪啪 我这腿肚子就是两鞭子 本来武松这人就有伤 刚定卡卡 刚在两鞭子 把卡全给接下去 把武松堂得一臭眉 回过头去 瞪了他们两眼 迈步往前口 时间不大 除了孟州的东关 武松心里好一阵难过呀 除了孟州东关 走出十里边 人家就很少很少的 还就往前走着 就听身后麻卦 轮铃的声音 把哥留步 哥哥慢走 小弟来了 好 武松平时站住 把法柳的一甩 扭向回头广案 就见一前以后 来的两匹快马 头匹马上 正是结拜的贤帝 金颜彪诗人 后边 跟着师父 老总管 俩是彻打扬扁 这年生 语语语 主仆二人 从马上飘下 直奔 武松 这那借财一看 把眼睛瞪起来 诶诶 站住 我没干什么 后退 谁允许你们这么办 诶 其实他们认得 金颜彪诗人 故意装大半算 诗人赶紧攻身失礼 而被借财哥哥高高手的 我打算 我打算给我哥哥武松 见解情 请二位赏个方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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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关系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放清楚他 无虽官司太重 虽然属于发配 但是他这案子也没完呢 上风指示 任何人不能接近他 对不起啊 请教会就 二位 二位哥哥上个方便 说个话 从老总管一时眼色 老总管 从那马的路带里头 取出两封签子里 一封五十两 两封一百两 必有钱 二位 高个手 上个方便 两小子一看 乐乐 我您是师公子 正是 哎呀 事官就有私 事私就有命啊 上之下派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你知道吗 叫我们为难 这样吗 不能多耽搁时间 啊 越快越好 行行行 多谢多谢 你看 还是言字会说话吗 这两小子到边去了 靠着大树一坐 让金眼镖十分 陪着武松说话 他正在这时候 后面还来辆车 还在车找坏 最后到了 都是十恩病 从车上 拟接两个大石河 一个石河 给俩借拆皮过来了 先个盖一看 四个菜 四壶酒 全是好菜 拜拜 喝个酒啊 味道做的还是不错的 二位够辛苦的 来来 赏脸 拿小丽丑 不吃白不吃 喝酒 吃肉 他们吃着 另一个提核 提到对面树林 武松 吃恩 哥尔拿对坐 武松 屁股他们 不敢正坐 侧着身子 摆好了之后 吃恩眼泪飙下来 哥哥 我原以为 能把你这官司了结 把你救出淋雨 没想到 到头来 你还得解查受罪 兄长 够意思 哥哥这就感恩不尽 我之所以没咽这口气 没掉脑袋 还不是兄弟和老婆 你们秉立为之吗 放心吧 只要我武松还活着 我必报此恩 大哥你怎么说这话 咱们谁跟谁 哥哥多吃点 哎呀武松吃不下去 但是一看石恩如此热情 他冷了他的心 就这么着 喝俩吃什么 武松喝个酒 就问石恩 家里情况怎么样 买卖如何 挺好的 你甭管你喝酒 财 财 前列 你这什么话 莫非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不成 但是过命的交警 有一说一 有二你说二 究竟发生什么事 哥哥 我怕你赌心 因此我不愿意说 既然哥哥看出有病了 我就告诉你吧 您帮着我夺回的快活灵 又叫蒋门神 给夺回去 什么时候 三天之间 您看 石恩说的把衣服脱了 前后心轻一块 煮一块的 什么都是伤 兄弟快说 怎么回事 别停 由于我忙于给哥哥打点官司 我求人 贪管酒店 拿成将 讲中这小子 领着二三十名 他手突然到了快活灵 都中分说 是连他 败他 他酒店给砸了 把我手下的火 去打得腿断 胳膊舌 我闻兄之后 骑快马到了快活灵 正遇上 择死 讲中 话不头疾 当场动手 被他一顿 啪 好在这次 我胳膊还没折 我不住地说好话 只才保住这条命 后来呢 后来讲中也向我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 净身出户 把我所有的财产买了全给他 第二 请了所有头面人物当众向他赔礼 第三 献我十天滚出梦州 就在这时候 我听到哥哥发配的消息 我赶来送行 我 我 我 去 我 先帝啊 这回看得清清楚楚 张都监 张团练 蒋门神 果然 是一丘之合 他们先害了我 而后再收拾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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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算了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我已经答应他三个条件了 送走哥哥之后 我 我马上收拾东西 保证我爹爹 我们回园寄了 让给他 惹不起我们躲得起 哥哥千万别以笑臂为面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您 您到了恩州 可千万保重身体 看看咱们弟兄早日见面 好吧 借贤 帝 吉言 回去上父老伯 也不要生气 财产是身外职务 啊 兄弟 你也得保重啊 我看你这伤也不轻啊 等将来帮弟兄见面之时 再想发报仇吧 好吧哥 等这时候那两小子吃完了 哎 吴松 该走了 别磨蹭世界 将人看着 将人没法交代 好好吃饭的吃饭的 就在这时 施恩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 大哥 我看这俩小子绝非善累 燕路之上要多加谨慎 提防他们按下毒手 呵呵呵 兄弟 不用你提醒 我早看出来了 他们要不收拾我是便宜 收拾我 索性我就破罐子破摔了 你放心吧 弟兄撒泪分别 施恩领带老家人 带着几个祸去 骑马赶车走了 两名借台 压着吴松上路 哎呀 这吴松一边往前走着 一边稀里的琢磨着 我真去恩州 我才不去呢 哼 走着看吧 要有石河的地方 我断锁崩架 我他娘的就跑了 这个冤枉官司 我才不打他 这回吴松也下了决心的 你看头一回发配 吴松没这心 叫走也不走 这回吴松看得清楚 没干嘛 官比民反 不得不反 这是往死了赶我呀 既然这样 我不豁出一头也不行了 所以在路上啊 吴松 非常非常注意 那俩小子的一举一对 吴松都用眼睛冰着 他就有备无患了 走出一天来 还走出四十里来 哎呀 这俩小子有点着急啊 先说张独监 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要我们在飞云谱下手 他把吴松这小子不好对付 还没意思 他有所觉察 我俩眼贼溜溜的 老兵着我们哥的 什么不好犯呢 所以这俩人心里就翻了皮肤 往前走了 又有五里面 到边 站在俩人 哎 刘涛 明知上哪去 啊 正在劫柴里面有姓刘的 一看他认识 都监府的两名教士 这两名教士那都不喊我 每人背后背着单刀一把 在倒边等着呢 俩介才明白了 哦 张独监不放心 又派了俩人做我们的帮手 四个人收拾他 这回可万无一失了 看俩小的这 这回事 武松 靠旁边的蹲着 蹲着 武松再横 到了这一步 听人家的 武松就蹲下了 其实武松也看见 照边有俩小子 飞没熟眼 蓝脸横肉 武松就想着这方面 别看他蹲着地上 耳朵摘着 听着 用眼角的余光看着 这俩介才过来 哎哟哟 二位 你们怎么来了 第一声 我们奉上风所拆 祝二位老雄一臂之力 你看怎么样 我们猜着了 你还在大耳朵 这个贼配军 好像觉察到什么 对我们住上义了 我们俩真不敢下手 放心吧 他带着那么重的架 这个天大的能力 也施展不开 到了飞云土 我咱们四个一块下手 行行行 走走走走 起来 走 在前面走 啊 武松一看 明白了 四个人收拾我 好想 来吧 卖大路在口袋抖 四个人在后头盯着 书说简短 天四黑四不黑的时候 就尽了飞云土 有这病了才荒凉 土狼子 一道挨着一道 野树林一片挨着一片 要不就是乱荡岗子 没人领尸体 就扔到这 城里饿死的人 用车拉出来 也扔到这 下过一场雨 就是白骨献拼 一到了晚上 成群的狼 成群的倩口 在这乱窜 这要是害人 这第一天 最好 武松一看 飞云土 能不能在这儿收拾我呀 我还真得留点身 说这话呀 眼前出现一座石桥 石桥旁边 戳着一丈多高的 借石牌 上面站着三个大字 飞云土 武松一看桥下的水 还挺狂 沙虎桥 这天哪 说黑吗 还能看见人 说没黑 看不太清楚 就这么个时候 这四个小子在后面 一摇二摇头 各个兄弟 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 张独坚还等着回话 下手吧 他们没鼻鼓 武松站住 把身子转过来 你们干什么 要是这人哪 别做亏理 别是 让武松这一嗓子 把四个小子给震住 喂 你干什么 你操着什么 我死了 水贼过河 甭使狗跑 干脆就把事情挑明白就得了 我看你们一路之上鬼鬼祟祟 焦头接了 莫非对我武松 要下独手不成吗 啊 要那样的话 你们快点来 爷爷等着有点不耐烦了 哎呀 四个小子一看武松明白了 就不能往后再拖了 其中姓刘的那个芥材 手里边拎着一把钢刀就飘过来了 武松 哈 吓死 你还真不傻 既然你猜到了 还真就这么回事 你要使食物者把眼一闭 把脖子一拔 我一刀把你脑子扑了下来 哎 你还这水多清凉 我给你来个水贩 你什么罪也遭不上 要你们祖上有德 你早死早活早脱上 省着受罪 如果你武松觉得你有两下子不含糊 明夺你一刀 我们就夺你十刀 小子你街头 轮起弹刀 屁股盖屏 往下就喊 咱们上文书说了 武松扛的这大家 二十八斤 那边上都拿铁叶子包的 非常结实 那都是硬木的 把武松这个右手啊 还夹在里边的 正好在这手腕的这吞是吞不出来 那武松左手掀着呢 在底下当着的随便而活 但是武松手中寸铁皆无啊 你看刀下来了 怎么办呢 武松望下一搓身 被夹的这只手望上一顶 这家就立起来 咔咔咔这一斗 正砍在家上 您说怎么那么巧 那家是两半的 把手和博弊一夹 咔咔对着一块 底下有插销 插上插销 然后锁上 这一刀啊 把正好砍在缝上 由于用力过耿 深深的夹子里的 这刀都拽不回去了 哎呀哎呀 他忘回夺刀 武松是股猛劲 连拨了脑袋 再晃身子 左右一晃 啥啥一声 把木的插销 给变折了 夹的一分成两半 这好的 没夹手 这面光荡 落在桥上 夹手的那面 就在武松手里头 这一回好 这半拉架 变成了武器 那一小子 把刀撤回你 哎呦可不好 说着双手捧刀 分心就寸 那能炸得上吗 武松跨步闪身 让他们一躲 他就一刀扑空了 武松一转个 把这大家轮起来 啊哇 正排的姓刘的 这小子后背一上 武松的劲儿有多大 把这小子大家 吼了一上 噓 噓 身子飞出去 一脑袋扎水里去了 咱们说书呢 你得交代的清清楚楚 实质上 那事发生的 坏跟闪电一般 三下五穿 飘水里一个 另外那个劫柴 一看不好 把铁齿拽出来 关了武松就砸 武松一转 快吹了一把 这下子连坑都没坑 是性命 修义